這次Dry的整個過程其實我們花了蠻長的時間 將近有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自己透過自己朋友的關係 然後我們聯繫了他 然後開始慢慢觀察他在NBA的狀況 然後整體的狀況 然後我們到後面 我們一直持續努力不懈 然後Dry點頭了 那今天說到你的邀請的時候反應是怎麼樣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humble的一個人 就是我在跟他對話整個的過程都是 就是你覺得這個好nice喔 超級巨星 然後卻是這麼的nice 就是你完全不會想到 就是你會想一直跟他聊天 對 你這個消息大概被詢問隱匿了多久 隱匿了多久 其實我們到最後簽約其實離現在沒有多久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細節跟內容 需要做一些調整跟共識 所以當我們宣布的時候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準備好了 我們才讓大家知道 大概 我隱匿了 兩周吧 我們忍得住 其實快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對 因為通常大家會覺得中國會是一個選項 可能是超過CBA直接來台灣 又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直籃 你覺得這對整個台灣籃餐是一個怎麼樣的意義 呃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在CBA的薪資上面 會是比較誘人的 那這也不可否認 那在這兩年CBA的狀況 就是他們整體的運營上面 可能不會花比較多的錢在外援身上 但是我們老闆們很支持我提出的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提了一個Dorai非常滿意的一個數字 對 外傳說要超過10萬美金一個月才有可能會請得到 太少了 太少了 10萬是絕對太少了 Michael Beasley的一個月的薪資就要達到20了 對對對 這有比20高嗎 絕對讓他滿意的數字 對 影片他看起來就是身體狀態還不錯 有出不了解他的 他身體狀態非常好 他一直保持著訓練 然後就是每天都有訓練 然後飲食他非常強調他的飲食 對 所以也在跟我們溝通 但他說他很想吃台菜 但不要太油膩就好 對 除了薪資之外 是不是他好像就跟公寓有做特殊的要求 其他的有特別提出來 其他的要求我覺得都滿合理的 對那其實我覺得公寓的部分其實也是滿合理的 我們自己覺得其實他真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特殊的要求 其實就跟大家沒什麼區別 傑哥他其實有來過台灣 你有沒有跟他聊台灣的勾起他一些回憶啊 動之遺情這樣 沒有我跟他聊的時候就已經直接到了 我們因為會碰面 在視訊上會碰面的時候 就已經到了一個程度了 那他就有說他的房間 現在還有很多在台灣的照片 海報都還是有 對 那球球戰術有稍微做一些溝通 會不會來對不對 這個還不會 這個等他到球場應該是跟教練性溝通 對 很多球迷人好奇說 因為之前原爆公佈票價 所以最便宜會不會一百塊都可以調好了 會不會有調整 或者是說就會到這個房子上去 不會調整 就是我們還是一樣這個票價 對 我們老闆在 我們老闆們跟團隊們 我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為什麼不調整票價 但其實我們覺得說 有一方面是老闆想回饋 就是我們桃園或是全台灣的球迷 但我們的確是 過去台灣籃球歷史上 做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這是我們大家非常興奮的一件事情 重點是 最大的重點是 獨愛他願意點頭 對 可以問一下 初步有想法到過程到最後一段 大概多長 從一開始有聽出這個想法 是很想要找他來 其實我在 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開季前 我們第一季前 其實我已經有提過 這個想法 但這個想法 在我們第一季是不太實際的 就是因為你沒有底 你不知道說 聯盟的第一年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決定在第二季才做這件事情 對 除了豪華有沒有其他NBA打他的人 你們都有聽到對不對 曾經想過或是進行中 我們有進行過的 但我覺得不方便消費人家 對 但也是 對 就是還是很能打 對對對 那你之後 你的狀況OK 你是會跟他合作嗎 你對於跟 我超興奮啊 對 非常興奮 很多網友在偷討論說 你是不是知道他要來才要付出的球場 有這件事嗎 不好說 沒有啊 當然就是還是以 就是我們 我們有很多的考量 那在 我的付出上面 可能是幫助 我們本土的球員會比較多 那Dry他帶來的效應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 是很 多面向的 所以 嗯 你要說是跟他嗎 但我還沒有這個水平 對 我看其他球隊友的社群 已經有在操作說 之後要放到零包 其實已經有先有這個話題 那你今天應該也接了蠻多詢問的電話 你對大家的關注度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就是說我們開啟了 台灣籃球歷史的第一個頭 那我們也希望說其他隊 或許這個是一個方式可以去進行 那怎麼讓 不是說單只有他來之後 所產生他自己個人的效益 我覺得是應該說 怎麼跟台灣的籃球 甚至 我們如何因為這樣子 可以去跟亞洲籃球 做更深一步的接軌 我們去成長 這才是我們 比較看重的地方 對對對 這個我們都準備好了 對 都是 都已經準備好好的 就是都談得非常清楚 對對對 我們也跟他的代表 然後跟整體的規劃 其實我們都是有一定的程序在走的 對 那預計幾號會抵達台灣 我們應該明天會告訴大家說 他預計幾號會抵達 但我們很確定就是 12號會辦記者會 對 我想保哥跟球員知道這個地 是談定之後大家的 好其實我告訴大家 我們是在今天他們練球前五分鐘才說宣布的 對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所有的員工都簽了保密條款 對就是很嚴重的罰則 對對對 那大家反應 我目前還沒有時間可以去球隊 去了解他們的反應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想問一下 因為之前在NBA75大球星球 其實沒有把他練進去 他那時候有說NBA 他覺得NBA不尊重他 覺得這有可能是促成他來台的原因 不是最關鍵之一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可能沒有很深的去研究 那他在NBA的環境裡的生存跟評價 這也不是說我在那個環境內部 所能夠去清除的 但是我自己很肯定就是說 他想打球 對他想要帶給台灣籃球一些很不一樣的 他在整個交涉的過程中他非常強調 我請大家不要在意他拿多少錢 在意他能為台灣籃球帶來什麼 這是他一直在闡述的一個事實 對 那之前中止有這個所謂的曼寧學復 會期待說這些也可以為傑藍帶來同樣的效率 我覺得相信Dry會超過他的效益 我非常相信 因為出發點不太一樣 對 對 那目前大家還是滿多人在討論 就是請他的價碼 大約是落在哪一個院子裡面的 我們有答 是超過20嗎 是絕對啦 是絕對超過20 但是就是 是他一個非常滿意的數字 我們已經有一個共識是不能去說這件事情 對 對 我知道大家很好奇 對 總統會有他個人的系列商品 很快就會出來了 對 大家盡情期待 對 昨天應該有為他規劃滿多相關的 有 我們其實在這兩個禮拜已經在規劃 對 所以接下來就會有一系列的出現 對 進度是不是快超過你的付出話題了 這肯定的 他是Dry Howard 對 你會期待嗎 就是這一季整個 包括戰績或是票房 好 商品 我們 我只能說我們第一週好像已經快 對 對 對 然後就是以現在的狀況來說就是 我比較期待他在球隊裡面跟所有隊員們的搭配 對 那就是 我們以 比較明顯的 呃 隊型來看的話 他跟滴滴的組合我相信會帶 帶給聯盟其他隊很大的影響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Troy 然後我們要 還有年輕的球員 我們一直在外線的出手都是 很有信心的 所以我們在怎麼整合 然後他來之後 帶給整個球隊的化學效應 我相信 一定會是好的 應該不會有任何的負面 對 他還是12號 對 號碼已經選好了 號碼已經選好了 這個我可以跟大家說 但有一些東西還是要留到記者會 他親自來跟大家宣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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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說總經理的職務 你可能會卸任嗎 我現在可以講 會有誰來 我們今天不討論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還是集中在Dry的部分上面 對 我可以問一下 我可以問一下 一開始跟他市政團的時候 是怎麼樣跟他介紹 雲抱是一個怎樣的團隊 他對於球隊跟隊友的了解 其實我們在跟他一開始的交涉 就是我們會把球隊的資料 做一份完整的報告給他 讓他透過他的代表 然後去了解 那我覺得過去他兩次來台灣 對台灣的印象都挺好的 對 我覺得這是蠻加分 對我們這一次能夠促成他來 蠻加分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我跟他視訊其實是幾天前 對 幾天前 對 那其實我們就是 所有的東西都定案了 我們才 開始去 更深入的去了解所有的思想 對 主要都是跟經紀人間交測 對 OK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謝謝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謝謝 謝謝